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除非你没有动过真情啊 否则为什么说抱歉呢 一个错误的开始 并不代表是一个错误的结束 只要真心诚意 错到底了 也许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桃花月了 我不懂 要是我看你这秘密憋得扛不住了 我真不想让你这眼泪 破坏这美丽的气氛 可是雷雷 你们俩最大的不该 就是不该让她知道这残酷的真相 你能告诉我吗 她才有欢笑有多久了 我死职的前一天 我知道进行让她筹备婚礼 是多么的残忍 长地 婚纱 酒席 腰酒汗 还有新房里的每一个细节 对她来说都是触景伤情 都是痛心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死职就是希望能够帮帮她 可她坚持要一手帮帮 她只要你幸福 只要我能给你幸福 她可以不计前心 让我顺顺利利地嫁紧雷枪 和你携手共度下半生 为了让我得到幸福 她宁愿选择了孤独 孤独地回到美国 孤独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对不起 青天 我愿意弥补雷雷 只要你告诉我方法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弥补雷雷所受到的伤害 青天 请你相信我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你跟雷雷是无辜的 只要你们给我机会 我一定想办法回报你们 不要说了 不必说了 宝妃 毕竟这是雷雷二十五岁的生日愿望 如果你不介意咱俩把这出戏给演完 让她安心地回到美国去念书 她洗身所有滋味让我得到幸福 如果她要的只是平静如水般的孤独 我能替她做的 也就只剩余她所愿了 也就只剩余她所愿了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Lancy 你能答应我吗 Lancy 你能答应我吗 Lancy 你能答应我吗 Lancy 爸 其实你也不必自责啊 是我逼竞选离婚 回了你的婚宴 咱俩算扯平了 如果你心中还有恨 我随时可以把他添削的资金 把他抽回来 把他打回到原点 只要你开口 我没有资格报复任何人 更没有资格 让你替我做任何事 我自视甚高 总以为众人皆罪我独行 没想到我的女儿 在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候 我却一无所知 情何以堪呢 要带走的不多 要丢的倒是不少 有钱再买就成了 我还以为你嫌我这儿 寒孙不来了呢 只要心情好到哪儿庆祝都一样 更何况只有咱们俩才懂得 什么叫做胜利的滋味 要打包了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明天找个理由跟沈建宏辞职 就没有什么事了 她呀 整天就会趾高气昂地 让我干这儿干那儿的 等我脱离了苦海 就该塌下地狱了 真想等到最后一刻 看看她是什么下场 这么多天还看不够啊 抱负的感觉是欲罢不能的 如何上瘾呢 要不是怕拖太久了不好拖身 我真想看看怎么垮台的 也不算白来一趟 有白来一趟吗 坐 别忘了 你有四百二十万的进账 这个玲珑啊 你真是不简单啊 退场的时机 是掌握得恰到好处 要是我一直这么单纯 能得到你苏董的青睐吗 你一举手一投足 都有含义 有暗示 我也是琢磨了好一阵 才能跟上你的节奏啊 彼此彼此 说了半天都给忘了 五酒不欢 今晚咱们俩就好好地喝一杯 走 我这儿可能有水晶杯啊 春酒配的是美人 可不是什么水晶杯啊 水杯都行 谢谢 恭喜 恭喜 恭喜咱们大功告成 前途一片光明 飞黄腾达 干杯 凌龙啊 你这么开心就喝这么一小口啊 我酒量不好 这万一要今天晚上喝多了 明天办不了正事怎么办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随意吧 我这地方虽然不宽敞 但是 还有让你靠一晚的地方 装什么清高 不过就是个酒店小姐 跟杨俊贤就行 跟我就不行 对了 这海外账户没有问题吧 那还用说 钱在太平洋上那些岛国 都赚得快一圈了 等事情告一段落 你要用钱 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帮你把四百二十万 转到你的卡里 可是 我身上没有现金啊 要不这个 你能不能把二十万现金 帮我打到这张卡里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明天一早我就帮你打钱 喂 小北经理啊 你找我 有什么事吗 好久不见了 我有个事要问你 你说 德国干要的代理合同 是不是被刘董拿去了 好像是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你看 你看啊 我这对战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天在那儿陪客户 忙得晴头拽下呢 也没有时间去打探这些事情 这批干要不可能人间蒸发 不管谁拿到了 都得卖出去才有利可图 你成天在外面转 小北经理 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 可能正因为是我的离开 所以让姐夫分身发速 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我想我有义务 帮她查个水落石出 你还真是有情有义啊 好 好 我明白 我也算看着天宇 一路走过来的 我会帮总经理 多过这个难关 好 那谢谢了 再见 何小北啊 看你们俩清话绵绵这么久 难道你跟她也 你少胡说八道啊 她可是扶不起的阿董 我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是替沈江洪来查案的 你不担心啊 我担心什么 就凭她那直通通的脑袋 等她想明白了 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好 那咱们就得更好好 恭喜了 回家喽回家家喽 一鸣回家家喽 一鸣回家家喽 小蝦快坐下坐下 别站着啊 江洪快点小蝦坐下 小一鸣回家家喽 看看喝点水啊 来 别让她喝太多水啊 熬了鸡汤了 等一下把小宝贝安顿好了 给妈妈热鸡汤喝 对不对 妈 您不需要总为我忙活 如果我饿的话 我自己弄 那怎么行呢 我答应亲家母亲家公的 要让你坐好月子 怎么能自己动手呢 怎么可以呢 姐好 给爸爸打个电话 好 来来来 打什么电话呀 来了来了 我时间掐得刚刚好啊 我的一鸣呢 给爷爷有感应的呢 我们前就要进 你就后就要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抱 你抱抱你抱抱 当心点 当心点 哎呦头先拖住啦 我的老公 哎 对了 哎 手腕拖住头 哎呦 这个多少年不抱了 你看你看 你爸爸的关心点 行我行 我行我行 行了行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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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心电感应啊 我打了几通电话呢 路上磨磨蹭蹭 那么久了 哎呀 那小七出院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没抱手啊 家里有梅阿姨 我排队 对吧 结账 给她整理东西 还有跟亲家 跟亲家 我们多说几句话 怕她担心小夕啊 是正式的 这些事情都我一个人做的 是是是 谢谢你啊 你辛苦你了 我一天没抱 好像又重了 是吧 很正常啊你看 爷爷什么生财 孙子也什么生财 你看我们 胖嘟嘟嘟的哦 那倒是啊 看你爸爸太瘦了 他只知道长高 不知道长体重 他不够分量啊 你看 这长得像爷爷这个分量啊 才有男子和大丈夫的样 是的 才可以多出题 坐这么长时间的车了 小家伙也不知道 晕没用车 不会的 抱在奶奶怀里 很舒服的 抱得很好的 怎么会用车的 别在妈妈肚子里舒服 对不对 谢谢 我把行李栏拿上去 行 好 坐这儿 应不应 一锦还箱啊 好 这个箱子 好像是你离家出走的时候 拿的吧 儿子也生了 老板也当了 家庭圆满 怎么不是一锦还箱啊 凤啊 我刚刚听她在屋里哭啊 她是不是不舒服啊 好像知道自己要失宠似的 从早哭到现在了 我怎么哄都不行 好不容易现在好了 我 一锦啊 以后啊 两个孩子都在这儿 说话要当心点 不要无事生非啊 妈 嫂子是开玩笑呢 我们不用介意 她才不会开玩笑呢 她比谁都认真 她这张脸摆着那儿 我不给她态度啊 那怎么行啊 以后不光是你 一鸣都得受委屈 这家里头没规矩了 我告诉你们 谁都一样 谁要敢在我面前挑刺 看我怎么修理你们 爸 既然您这么说了 那咱们就把话说开了吧 这矛盾搁在心理时间长了呀 要闷死人的 既然有问题 咱们就得彻底解决涌出后患吧 患 你说的患是谁呀 这屋子里头 谁是你的心腹大患啊 说的是谁呀 他自己心里清楚 你呀 把易飞给我带好就行了 沈家好不容易 一大家子都团圆了 我不容许任何人 在我家里搞破患 你们要待着待着 不高兴的都滚 别让人在我面前那么添堵 小声点 当心瞎子孙子哦 小夕 你要是累了就上楼团伙吧 对 小夕 快快快就上去团伙 做久了又算 妈 我没事 我没事 大嫂 以后在这个家里面 我要需要你的照顾了 我哪敢照顾你呀 你现在是急三千宠癌预身 以后啊 都应该你多照顾 照顾我们易飞 对 小夕还在做月子呢 什么照顾不照顾 行了 行了 一鸣一飞都得照顾好 将来他们长大好有个伴 是吗 对了 你是不是给小夕 准备了麻油鸡嘛 对对对 我忘了我去弄鸡 给玉峰也弄一碗 小夕在月子里她需要整 不是 麻油鸡 隔夜的麻油鸡不好喝了嘛 一个人又喝不完 因为让他们两个都喝了 棉让喝棉再煮 我知道 和玉峰刚才已经喝过 很多鸡鱼汤了 发奶汤喝过 你再吃鸡汤 玉峰啊 不要补过头哦 谢谢你啊阿姨 真小夕得光了 爸 我还有点事 得去公司一趟 那你快去吧 家里美女去 那我走了 那你当心开车啊 晚上你会加班吗 我会尽量早点回来的 这建宏不是当老板的吗 当老板都是动口不动手的 他怎么还要势必公亲啊 他们的公司是小公司 而且刚刚成立嘛 一个人要听好几个人使呢 建宏是总经理 应该以身作则的 那这个老板当的 还不是不当呢 对吧 玉菲 乖乖乖乖 如果你这么深复 就这样从来 老板难情 我还是不当呢 我走开 你现在学着 你我不能帮你 她们的床单被套 我都拿着洗 小夕她们在 家里头热闹多了 她们一搬走 就剩下 我跟你两个人吃饭了 饭吃完两个碗一洗 除了跟你大眼邓小眼 还真没事干了呢 我这儿在唱独角戏呀 你好歹也看我一下 否则我刚刚跟谁说话 老伴 老伴 我看看有跟没有啊 差不多意思 你呀 今天情绪不好 我呀跟你还没对上眼 大概也逗上嘴了 你让人觉得不舒服 我先去睡觉去吧 校长夫人 能上一碗茶喝吗 遵命校长啊 小南回来了 爸 小南 真的是你呀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提前回来呀 陪你们多待几天 你就这么点行李呀 带点换洗的衣服 其他的利用不着 回头再说 晓晓你妈妈呀 正嚷嚷地寂寞 你就跑回来了 真是母女怜心哪 可也不过就住两天吧 两天后还是得搬呢 你就不能多住几天吗 小夕呢 该出院了吧 被亲家母啊 借回沈家去了 两个妈妈 抢着给她坐月子 你妈妈没争过人家 心里头啊 正不平衡呢 还不都是你呀 也不帮我说几句话 老住在这儿啊 也不是个事 你说当了总经理 还在丈母娘家住 别人知道会笑话的 回婆家住呢 也暂时是个过渡 他们一家三口啊 早晚你自理门户 还好你提前回来了 不然你今天晚上 我非得跟你爸 炒上一家不可 反正我就是 你们的出气筒 你们哪 种的什么因 结的什么果 都得我扛着 小楠楠 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累累没为难吧 爸 晴天躺 怎么 晴天怎么了 我就知道 提早回来啊 绝对会有事了 是不是又遇上什么 解不开的结了 你听妈一句劝啊 这花轿都已经 抬到家门口了 你就别再三心二意了 这阵子我观察了 也挺仔细的 雷晴天 应该算是个正人君子 你跟他结婚呢 应该不是一件坏事 我看你就 我说到底听你叨叨 还是听小楠说呀 瞧瞧人家话没说完 你就叨叨开了 晴天到底怎么了 他让我问一下 家里车够不够坐 要不要再派一辆车过来 那 那倒不需要 我们就三个人 小夕和建红啊 他们自己走 对了 你大姐啊打电话回来 说她赶不及回来了 让我带她 祝你们白头偕老 妈 你要觉得寂寞呀 就催催小北 让小北啊 尽快给你 娶个儿媳妇回来 我也是这么说啊 那你爸老浇不冷水了 是小北啊 二姐 小北 欢迎回家 你今天回来呀 陪爸妈待上几天 我这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你今儿一整天 又上哪儿了 看起来这么累啊你 你晚上在哪儿吃的 该不会又跟你那些哥们 去大排档喝酒了吧 最近几天 电视上老报道啊 有一些小饭店 他们做的菜 用的是地沟油呢 你看多吓人哪 你看看你那肚子啊 以后啊 千万别在外头烂吃了 越吃肚子越大 妈 你就别唠叨了 我最近忙得要死 别说吃饭了 连找工作的时间都没有 外面天要这么热 我脚都起泡了 那赶紧上去换双鞋啊 别捂在鞋子里 担心待会儿发炎了 一个男孩子 脚上起个泡 有什么好打尽小怪的 好 那我先上楼了 小北 你别光想着找工作 抓紧找媳妇啊 这俗话说呀 有钱没钱 讨个媳妇回家才好过年 抓哪儿姐 她还能不能在春节之前呢 给家里添点喜气 省得爸妈啊 总说太清静了 无聊得很呢 爸 妈 你们要排解寂寞呢 还是靠自己比较方便 我连找工作的时间都没有 别说给你们找我儿媳妇了 我要重要事要办 我先回房了啊 二姐 我把行李先给你拿上去了 嗯 谢了 这小北喂得香滑 伤得不轻啊 本来啊都好得差不多了 这一两天怎么又犯病了 凌鲁王 公司现在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当潇洒 辞职信一地你就走人了 我平时对你不差吧 你这么做也太不仗义了吧 我知道 这样是很对不住您 可是我妈昨天打电话来 说我爸病倒了 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要是不回去 那我妈一人哪忙得过来啊 您也理解理解 我想今天作为儿女的孝道呢 我可以放你几天假 让你先回去 等你爸病好点了 你再回来嘛 干吗非得辞职呢 现在天雨四面楚歌的 你忍心看着我一个人 孤军奋战吗 那我也是情非得已 那我要是不准呢 那我也得走 总经理您家在这儿 您不理解我们想家的心切 这平时爸妈没事吧 也就春节能回家看他们几天 这买张火车票得急破头 这上个火车跟打仗一样 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 您永远都无法理解 这回倒好 我爸病了 我这心里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这要是万一我爸病倒了 再也起不来了 我又没说不让你回去 你该回去回去你的 用不着辞职吗 这回我爸病了 我倒是有一个新的感悟 什么事情都比不上陪他们中药 钱我也不想挣了 不就想回去陪陪他们 哪怕喝粥 吃咸菜 那我也认了 行了 行了 再不让你走 好像我是那种无情无义的黑心老板 走吧 赶紧买张票回老家进销道吧 谢谢总经理 你手机可得开着 我们得随时联络 毕竟好多客户都是你拉来的 别你一走他们十字大开口 我可应付不了 那一定 总经理 无论我人在哪儿 我都会替你祝福的 您心这么好 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 弄不到药谁保佑都没用 那没事我先走了 再见 这日子一天多过一天 万一又是真的让人给坑 好 总算回来了 差点把我胆都给下来了 好 好 好 我完了 全完了这下 全完了 天雨生你你好 是是是 我们董经理的开会呢 好好好 一会儿我通知他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方不方便借我点钱周转一下 数字不大 没事 不方便就算了 没事 牙一咬就过去了 行 再见 姐夫 你怎么开始借钱了 德国那边回信了 说是我们收了钱不出货 有为诚信 把代理权转到刘董的了 很明显被人给算计了 安排的是天衣无缝了 我现在忙着不漏 根本就没时间去查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林隆呢 今儿一大早 说他爸病了很严重 非辞职要走 你批了 我能不批吗 人家拖着行李箱过来辞职的 什么呀 德国干药的出货单 全是林隆的新客户 昨天晚上我跟他联系了 希望他能提供点线索给我们 可他一再推文 我觉得事情有蹊跷 我今天早上就一家一家地去查 结果那些公司不是注销了 就是根本没人知道 再天衣无缝的计划 也要有人理应外合才行 我觉得林隆就是这个内贼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你早告诉我就不会让他走了 那他家住哪儿 我现在就去找他 他肯定早走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真是罪毒妇人心啊 我哪儿得罪他了我 建峰 要不要报警 什么证据都没有 报警有什么用 那咱们该怎么办 进 总经理 这是您让我做的财务报表 你没算错 公司可用的现金确实不多 怎么可能呢 我们又不是只有德国甘药一个产品 那些健康食品就没有收入吗 报告总经理 大家怕下了单子拿不到货 所以 行了 你先出去忙吧 是 这老田野待人也太不公平了吧 怎么其他人当老板 轻轻松松几百万几百万地赚 我呢 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到头来背了一屁股债 家里债还没还几 这外债又一笔一笔地来 对 难道我就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姐夫 你先冷静冷静 你有没有测算过 我们的损失到底会有多大 零龙扣下那笔货总共值五六百万 按照合同 我们得赔给客户一大笔 如果再加上打官司去 那多了去了 姐夫 我觉得这事挺严重的 怎么还是回家商量商量吧 别 这事你千万别跟家里面说 这么大笔钱 跟他们说了也帮不上忙 一鸣刚出生 大家都欢天喜地的 我不想给大家泼冷水 而且你二姐不也快结婚了吗 小北 这事你千万帮我瞒住 任何人都别说 知道吗 瞒得住吗这事 万一弄出个天文数字来 能瞒一天是一天吧 小北 现在能帮我的人 就只有你了 你认不认识什么 特别好的律师 你要准备打官司 未雨绸缪嘛 真倒逼不得已了 有个后备人选 总比临时报复较强 董事长 你还好吧 好 了解 有事吗 这是这一季的财务报表 山中传奇复工以后 已经陆陆续续 有些前进账了 虽然零目标还有些差距 但只要不出意外 一步一步稳稳当地走下去 相信公司一定会很快 恢复延期的 知道了 还有事吗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 是不是 何小南又给你出什么乱子了 那怎么了 那怎么了 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没事 是 是雷雷 雷雷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 你是说 雷雷雷知道 小南是你的 是 统统都知道 这个何小南 简直太可恶了 你都已经答应他延后婚礼了 他还不满意 他非要把咱们一家人放 死路上逼吗 跟何小南无关 阴差阳错 或许是老天爷实在看不过去 几个巧合凑到一起 就谢敌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帮他说话 他要是不进雷氏 能有这些事吗 那现在怎么办 你和雷雷 还有 还有雷董投资天下的资金 一切照旧吧 雷雷没有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他爸 伯父不知情 就没有撤资的理由 应该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工程 但是雷雷没有打算继续跟我下去 现在就是我想结婚 雷雷也不会嫁给我了 怎么会闹成这样 这万一 我明白 我会想尽办法 保住眼前的这个局面的 雷雷跟我说 把他爸的婚礼办完以后他就出国内书 我想只要他爸的婚礼能够顺利进行 雷雷为了他爸的幸福 或许会放过一望 那贺小楠呢 他嫁过去以后 能够安安分分当他雷太太吗 他要是还不甘心继续生事 那咱们天天 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了解 我没有办法想得那么多 我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来 了解 这些事情不要让爸知道 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我 我知道 俊贤 有什么需要我处理的地方 说一声 咱们姐弟俩 同心协力 共度难关 谢谢 宝贝 姐 怎么了 多好听的声音啊 小时候看您和妈品酒 这蓬佩的声音多浪漫 妈走了 我好不容易到了十八岁 生日那天和您碰杯 我成年了 这是只属于我们妇女间的交流 今天这一生 代表祝福 代表我对爹地 未来幸福的隆隆祝福 怎么今天 在这房间里头 除了祝福以外 还得淡淡的离场啊 爹地 今天是您告别单身的最后一晚 您应该开心啊 怎么有点伤感 还不都怪您啊 爹地 你已经有南西了 可不能这么贪心 我已经霸占了你十几年了 我已经霸占了你十几年了 现在有一个女人来分享你 我会吃醋的 我会吃醋的 宝贝啊 爹地不结了好不好 好啊 因为誓言不敢提 因为承诺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多的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也许牵了手的手 今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半个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半个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